与王宝强离婚一事 陈思成 小沈阳等公众人物公开发声 而央广军事官威也发声力挺王宝强 王宝强称 马荣曾伤害家人 甚至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止伤害家人 背后到底是个多大的套 尽管王宝强银行卡已挂失 但存款所剩无几 陈思成借钱给王宝强打官司 殊不知马荣早已带着儿女钱财转移到国外 当我们为宝宝的先发之人拍手称赞的时候 其实这个女人早就筹划了一切 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背后到底是个什么局 近日 王宝强离婚事件这几天不断发酵升温 王宝强已向法院起诉 他与马荣于2010年2月10日在河北邢台登记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婚后他为家庭幸福安定不懈努力 但马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不仅与其经纪人宋哲发生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 更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破坏家庭伤害家人的恶劣行为 致使双方感情彻底破裂 显然这一场仗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宝宝都是最大的输家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 好在宝宝还有支持他的网友 以及自导自演的新片大闹天竹 都有 同样的